天文台昨日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 对于被指太迟发警告 天文台承认情况未如理想 至于开通半年的团呎隧道受到水浸影响 而封闭半个小时 由专家迎贵批语世锅大所致 昨日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 发出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在上班途中 天文台则视乎降雨趋势 实测雨量等会决定是否发出暴雨警告 机制本身已经有雨警成分 但是承认处理未如理想 黑雨之下启用半年的团呎隧道受到水浸影响 广团门方向全线一度空闭 又曾经在土木工程托展署 和路政署任职的工程师认为 隧道结构无问题 前会长黄泽因就说一般隧道设计的时候 会在隧道最低点设置多个水泵排水 去水量会根据大约200年一雨的雨量而定 构成水浸或者有多种因素 如果那场雨是大过设计的雨的时候 流到隧道里面的雨水就会多过它的预算 结果水泵就是泵不及水 例如旁边的雨水泵排水 下面的渠道是塞了 或者设计得不够大 所以旁边的水泵排水也会流入 这一个水泵排水 所以雨水的流量大了一倍 或者大了50%之内 如果这样的情况 泵就是泵不及水泵排水 警署和渠务署应该检讨 吸在今次经验之后 增加更多水泵以免水泵再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 刘俊玉不道